美国6月份预算赤字总计8,63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2019财政年度的全部赤字,主要因为疫情纾困而支出大增,同时税收因为经济活动的减少等因素而下降。 美中贸易战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降到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然而专家表示是因为美国减少对华进口,而不是中国增加了对美的采购,此一不平衡的局面将持续存在,这也意味着贸易冲突不会很快消失。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周二警告各国,不要过早解除支持就业的紧急措施。 OECD预测已开发国家经济体,失业率最快也要到2020年,才能恢复到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周三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单每盎司1822.80美元,自今年以来,金价已上涨近20%,主要是投资人因为疫情以及全球央行的低利率政策而寻求资产并写的标的。 接下来回到现场交给郝老师。 我是陈少豪Howard Chen,欢迎你收看财经趋势,今年上半年绝对是1932年来最动荡的两季,这两季可谓是惊涛骇浪,但是有惊无险。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上半年股市跟经济的回顾篇,我们先念一节圣经,这节圣经,特别在今年非常的经典,那就是上帝永远掌权,He Rinse, God Rinse。 这里是出自于诗篇第九十三篇,以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一,耶和华以能力为一,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必不摇动,必不动摇。 在惊涛骇浪的上半年,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继续地能够度过世道的难关。 至于今年整个年度,我们依然要靠上帝,因为上帝永远在世上掌权,愿上帝赐给你平安,赐给你勇气,赐给你无限的智慧,继续地推着离,往前走,帮助你的布局。 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讲到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季是一个有金的股市,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第二季是无险,有金却是无险。 第三,我们要谈谈上半年的经济,绝对是一个脱钩经济,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疫情的新常态经济。 希望这三部分能够工作,你来回顾上半年。 第一个,第一季绝对是一个有金的股市的表现,从来都不会想到百年不遇的一个COVID-19。 这是绝对是一只非常大,而且是非常让你惊讶的一只黑天鹅。 在黑天鹅,华尔街讲到的是几乎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但是却是在第一季因着整个的疫情的严重拖累了不仅美国股市,全球股市都受到很大的股灾跟灾难。 你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到,DAL在第一季里面就大跌24%,曾经最高跌到40%,四个礼拜几乎跌到40%,这真是让你VIX的惊恐指数曾经到了85,那就是2008以来最高的惊恐指数。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DAL这张图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非常难看。 再来包对我们科技股的细股来讲,NASDA也是一样跌了15%,比较好一点点,这塑造成在NASDA抗压力比较强。 所以你马上可以看得到,在第一季减轻压力只跌了15%,第一季当中绝对是惊涛骇浪,有险的让你惊恐的第一季的股市。 因而整个经济就开始从整个亚洲开始,美国欧洲,你可以看到全球都受到股市的压力,经济的灾难。 当然疫情严重的时候,航空业跌掉了80%,无论澳洲航空,香港的国泰航空公司都需要政府来Bail out,我们美国也并不例外。 你也看到餐馆业也是一样,跌掉了80%,你现在不会答应,连在户外吃饭,有可能有的州都不允许。 第三个你也可以看到,特别在第一季的时候,一桶的原油,德西原油Future,曾经跌到负37.63,从来没有这种情形。 你可以看得到第一季,变动非常的大传统的工业,无论是造飞机的,或者是坐飞机的,还有旅游的行业,还有石油工业,造成极大的影响。 接着,第二季,既然第一季是黑天鹅,第二季绝对是灰犀牛。灰犀牛在华尔街里面讲到,比较可能会发生。 但也并不容易发生,却是在第二季也发生了,那就是整个的经济表现放缓了。 但是股票的表现却是无险。第一季如果是有金,第二季就是无险了。 我们来看看无险。第二季因为美国联储局贯注现金,贯注现金而且挂保证,两年半到2022年年底都是0%。 因而造成整个股市信心比较恢复。从4月份开始一路涨,虽然打横再涨,最后DAO涨了17%。 表现是最差的,S&P 500涨了20%。最后DAO在NASDAQ是涨得最好,涨了31%。 1%。我们来看看整个第二季跟第一季上半年股票的SWIN。 SWIN翻转震荡,绝对是1932年来最严重的,而且最大的。 这种SWIN你可以从S&P 500可以看得到。第一季跌20%,第二季在翻转涨20%。 哇,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第二季是无险的大翻转到,可以看得到是比较稍微难看一点。 是有一点W字形的一个翻转,第二季只涨了17%。 传统工业如果不是美国联储局来帮忙,可能连17%都不一定可以达得到。 但是有一个Business Model在载经济撑住的话,你可以看到NASDAQ,即使到第三季都一样是Racket High,第二季量力的翻转涨了31%。 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到NASDAQ科技股比传统的DAO17%涨了近一倍。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整个NASDAQ股票表现是非常非常的亮丽。 所以第一季是有金,第二季是无险。 整个来讲,从S&P翻转转的观点来看,第一季跌20%,第二季涨20%,所以有金无险。 从第三季第一个礼拜,第二礼拜7月份开始,就上不上下不下,卡在这个地方了。 开始打横,这也非常的make sense。 我们也进一步来回顾一下,那到底上半年的经济什么样画龙点睛呢? 我把它讲成是一个脱钩的经济,decapling。 这个字在华尔街里面,无论是你上网看,无论是看报纸,华尔街,decapling经常出现。decapling就是分道扬镳,也就是脱钩的意思。 所以主播我有三个观察,让你看到三种脱钩,在上半年的经济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你来看看第一个脱钩,第一个脱钩是阶级性的脱钩。 上半年的经济,你可以看得到main street跟华尔街,wall street的分开。 这是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y,这是英国的一个杂志,非常老牌,非常有名的。 你看看五月份,他出的月刊,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大鸿沟,a dangerous gap。 这个gap,华尔街,股票在第二季持续的涨,但是main street,庶民却是因为这一次的疫情,承受极大的经济压力。 所以这种gap,分开了美国,成为极大的鸿沟。 这个鸿沟,就是贫富的差距加大。 你有股票,华尔街的,继续上涨。 你是庶民,比较少握有股票,或没有股票的,你就承受压力。 你要领取政府的救济金。 这种差别,让美国持续的贫富,差距加大,撕裂了。 这也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动乱跟不安。 即使你可以看得到,从第二季开始,美国联储局持续的加码灌注现金。 虽然华尔街跟mainstreet都有持续的帮助。 但是可以明显的看得到,unlimited QE不断的撒钱。 政府买公司债券,政府买美国的各大公司传统的股票。 照旧的,还是一样,是华尔街的财富,不断的继续的上升。 DAO是非常明显的,是一个W字形。 出处都表明了,华尔街的财富持续增加。 NASDAQ特别是创了高点。 但是mainstreet呢,庶民跟庶民经济呢,一样承受很大的压力。 这是经济脱钩里面的第一个阶级脱钩。 mainstreet跟wallstreet。 第二个脱钩是什么脱钩呢? 就是产业的脱钩。 对了,从第一季第二季疫情不断的发生之后, 你可以看到有一种产业,就是宅经济的产业。 七大产业里面的subfield里面, 每一个subfield的宅经济的产业都创了极大的新的高点。 这七个field,总结是三个特别的现象。 第一个,远距。 因为现在都在宅经济, 待在家里办公, 待在家里沟通。 所以你需要有远距的工具。 当然你会买Laptop, 你会买iPad, 你也会买iPhone。 所以Apple手机卖得下下叫, 而且卖得非常的好。 第二个,在一二季的现象当中, 你必须上网购买东西。 这种购物电商造就了Amazon不断的上涨。 从两千块钱到现在三千多块钱一股。 非常非常的有动力。 因为你会不断的能够远距购买购物。 同时你在家里办公, 当然Microsoft你的Data Center, 你需要有人来帮忙。 你当然需要Microsoft。 这三家有一个共同特点。 每一家的市值都超过1.5 trillion, 1.5兆。 每一家公司富可敌国,不得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当疫情发生的时候, 远距、Data Center或者购物都持续的上涨。 即使疫情再严重回来, 这三种趋势还是持续往上。 但是传统的工业呢, 还是一样生意并不好。 航空业或者是旅馆、酒店、 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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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样sustain很大的压力。 需要政府来帮忙。 所以你可以看到脱钩经济的第二个现象, 就产业的不同的脱钩。 第三个现象, 你可以看到全球变成两个系统。 这种意识形态的经济系统, 一个是全球化, 一个却是民粹主义。 如果民粹主义的话, 当然你的系统就持续的在美国就四级。 但是在全球化的地区, 无论是中国, 无论是台湾, 无论是欧洲, 都是5G。 这种两个系统的持续共同存在, 让一样的, 有的公司两边一样赚钱。 所以这种系统, 两种分化脱钩的意识形态, 即使疫情后, 也可能是新的常态。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种脱钩的系统, 无论是意识形态, 无论是科技的发展, 美国是4G, 亚洲是5G, 欧洲是欧洲版的5G, 持续的都证明, 无论如何, 你必须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脱钩。 所以, 你可以看到上半年, 经济来讲是脱钩经济, 股市来讲是有惊无险。 希望上半年回顾篇, 能够帮助你回顾做检讨反思, 进一步能够布局下半年。 我们上半场休息一下, 我们等会回来持续回答你的问题。 欢迎回来下半场, 我们财经趋势。 这一集讲的非常的精彩, 是2020年上半年, 有惊无险的股市, 跟脱钩的经济。 接下来我们收集的几个问题, 一个, 一个来回答你。 第一个问题, 我们讲到上半年, 表现亮丽的这些产业, 会不会持续在第三季第四季, 能够持续的, 能够有亮丽的表现呢? 我的回答是, 是的, 有可能的。 你看看在上半场的时候, 我讲到, 这种在第一季第二季, 疫情下里面的载经济, 七大领域, 你可以看得到这经典的趋势, 是载经济的三大趋势, 第一个远距, 第二个购物电商, 第三个是Data Center, 光是这三个Field里面, 如果疫情一切都渐渐的有平安回来了, 当然这些三大领域的载经济的趋势, 还会持续扩大。 但是如果非常的不幸, 我们必须接受这事实, 秋季的时候, 确诊的人数不断的上升, 而且Second Pandemic回来了, 那我跟你讲, 这种载经济的经济模式, 会持续扩大, 这个饼会持续上升, 而且这上升的能力, 如果年底还是这样, 持续的有可能到明年2021年还是如此, 照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的经验, 如果Second Pandemic回来的话, 还要持续一年到一年半, 所以你必须有准备, 如果Second Pandemic回来的话, 这三大趋势, Stay at Home的远距, 电商购物, 跟Data Center有关的任何的高科技的股票, 还会持续的丙坐大, 马照跑, 舞照跳, 而且股票照上涨, 所以你必须有新的准备, 这种疫情后的新的常态, 你必须接纳, 即使是传统的工业, 举个例子, 如果举个例子, 像墨西哥的快餐店Chipotle, 原本是dine-in的restaurant, 却是因为疫情关系, 它跟很多的外卖公司合作, software company合作, 因而它的股票涨到历史的高点, 1000块钱以上一股, 可见得传统的工业在疫情下的新常态, 你一样可以更新而变化, 格局跟广度继续拉高, 扩展, 赚钱的版图, 所以这种的疫情新常态, 在上半年, 股市对于这些远距购物, 或Data Center非常的好, 持续在下半年, 我建议你应该在布局当中, 也应该考虑这些股票, 而且非常有趣的, 这些股票, Apple也好, Microsoft也好, 还有股息, 而股息还不低, 2%以上, 这等于是既有股息, principal还有potential在上涨, 其实非常好乐无比的。 第二个问题, 下半年会不会像上半年一样的震荡? 我的回答是有可能的, 这张图是华尔街在过去Dial的四年图, 你看看在第一季曾经跌到的地方, 刚好是2015年欧巴马任期时代的那个低点, 所以如果你处理的不好, 有可能跌到二次衰退危机的那个第一个部分。 但是如果你的business model可以称住, 现金可以称住, 我们就在25000点上下徘徊, 那是在第一次危机的一个区间。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当你有business model, 你有现金的时候, 开始就打横。 所以主播我一直讲, 希望第三季持续垫底打横。 从这个礼拜, 股票的上下摆动, 你就可以发觉到涨450, 跌400点, 涨200点, 跌200点。 可见的都在25000点上下徘徊。 所以你可以持续的看得到, 假设二季如果打横, 就可以有可能在第四季或明年第一季创造继续往上的可能性。 但是波动一定会有。 从道来看, 有可能是W字形。 所以现在可能是多了一个脚往下, 或是打横最好, 继续在第四季就另外一只脚上来, 那就是非常经典的W字形了。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你必须心理的共识持续的会波动, 持续的会有震荡。 所以你心里一定要有准备。 如果二次疫情再回来, 卷土重来, 波动可能就更加的大。 所以必须准备。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投资者在下半年应该如何布局跟分配你的钱财。 我觉得第一, 我从去年年底第四季开始讲, 我希望你能够留15-20%的Cash 在你的Portfolio里面。 到今年年初第一季的时候, 你如果持续看我们财经趋势的话, 我会叫你持续的留20%的Cash。 那这种情形, 当时二月份历史的高点到涨得非常好, 我还是叫你留一点Cash。 留得青山在当股市波动跌的时候, 调涨的时候, 你有现金进入市场, 买一些Discount, 15-20%, 甚至曾经到40%的好股票。 所以奠定以后成长。 所以下半年应该怎么做? 第一个, 我还是劝你, 手上握有一点Cash。 既然我先定掉, 下半年持续的有可能波动的话, 所以你应该握有现金。 无论是10%, 15%或20%都好。 重点是, 你要有留现金, 进入市场Engage the market。 因为市场波动往下调的时候, 你就可以捡到比较便宜的好股票。 所以你的布局第一个, 要有现金。 布局第二点, 那就是你应该握有一些好的股票, 特别有股息的Stock Bound的好股票。 什么叫Stock Bound的好股票? 因为利息既然是0%, 还有两年半到2022年底的话。 当然, 很多比较好的股票, 分发股息的好股票, 就工作, 你在Portfolio里面, 应该捡到你的篮子里面来。 市场上, 的确还是有很多Stock Bound的各行各业的, 龙头老大哥的好股票。 他们不仅有Business Model, 持续赚钱, 疫情下, 新常态, 还是赚钱。 而且股息照发。 所以你应该选这样的Stock, 而且分发股息, 如同Stock Bound一样的好股票。 这种股票放在你的篮子里面, 长期来握游, 不仅Principal会涨, 第二, 而且他还分发股息, 如同当时的政府债券的股息一样。 所以非常好。 所以第二点, 你应该有Engage的Market, 买一些Stock, 有股息, Stock Bound的股票。 第三个, 我会建议你, 应该顺着趋势, 买一些宅经济的好股票, 放在你的篮子里面。 如果疫情后的新常态, 宅经济这块大饼不断的扩大的话, 当然, 你就应该有宅经济的好股票在篮子里面。 作为长期不断成长的好股票, 这种情形会持续的在而后一年到两年当中持续的有。 所以总结, 下半年你的布局是什么? 三点, 第一, 你要有Cash, 10%到20%不等。 第二个, 你应该有Stock Bound放在你篮子里面。 第三, 宅经济的股票也应该放在你的篮子里面。 希望这题在你下半年的布局当中, 能够工作你的好好的参考。 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股神巴菲特在疫情冲击之下, 当然他的投资有亏损, 特别是他买Delta这支股票, 你如果记得的话, 在第二季买Delta, 买了之后不到三个礼拜, 又亏损的赶快卖出去。 而且还被当天被美国总统, 川普总统稍微拴了一下, 但是他失守的时候, 是不是等待触底反弹的机会呢? 巴菲特买股票有一个特点, 他买的股票都是长期投资的, 都是长期投资的。 他很少短线炒作, 所以是不是短期触底, 这点都不是他考虑所在里面的。 他买Apple, 在刚刚好一百块钱上下进场, 他也是长期握游, 当在三年前他人生的阶段, 近60年第一次买科技股IBM的时候, 150块, 后来IBM跌到120块, 100块他都一样没卖, 持续的握游到现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巴菲特买股票, 他不会tie the market, 他不断的选择好的CEO, 领导下的好的公司, 第二点,第三个, 这个公司是全球的channel的。 所以这些都是他长期投资的一个好的典范。 所以这题问题, 我建议要学习巴菲特的长期投资, 短线我们没有办法tie the market, 但是要长期的布局, 这点是我们永远可以学得到的。 我的问题回答就到此, 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 2020年上半年有惊无险的股市跟脱钩的经济, 希望能够满足你在上半年度过惊涛骇浪, 期待我们在下半年里面更有掌握上帝能够持续的赐福你, 愿意财经趋势帮助你能够布局下半年, 你心中有平安。 我们下次见! 关注财经趋势, 请按下下面订阅按钮。 你如果要看更多的财经节目, 请点击旁边的节目, 赞助我们公益的优势电台, 请上 uchannel tv.us. 除了放开,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